騎車在路口撞上南騎士 當場冒出一陣白煙 畫面中還能看到機車零件四處飛散 南騎士理性男子的牛小腿 當場被撞斷 卡在機車上 畫面超驚悚 理性男子的牛小腿還卡在機車墊上 讓人看得頭皮發麻 這起車禍發生在21號 清晨將近6點的時候 當時64歲的理性男子 騎著機車由北向南 趕著要送雞壓到菜市場 行進小港飛機路與中山四路路口時 遭25歲中性男子一面撞上 當場被貪飛3公尺高 因為撞擊力道過大 被海人右小腿被扯斷 救護車趕到現場時 還掛在腳踏墊上 可見撞擊力道直大 離譜的是警方調查 肇事中性男子 酒車直達0.26毫克 為什麼喝酒還闖的 你要是有看到紅燈嗎 昨天是不是跟你的隊友們喝酒 你有什麼要對家屬說的 你會覺得很保險 中性男子低頭不發抑鬱 被撞的離心男子 目前還在高一急救當中 尚未脫離險境 斷支則由醫護人員帶鬼 棋盤接上 如果是否有燈號的問題 我們將會掉夜相關路口監視器 來離心肇事責任 當時酒駕疑似有闖紅燈的肇事 車輛引擎撞爛受損 擋風玻璃凹陷碎裂 撞擊瞬間力道猛烈 酒駕撞人的驚悚畫面曝光 也讓人遺憾 無辜受害者又添一人 記者王正恩 邱語廷 高雄採訪報導